波巴菲特自称是银河系中的普通人 普通的他沦为普通的囚犯 正跟宇友挖掘普通的沙漠 不过沙漠里怎么埋这个硬东西呢 看之敢挺直前 像化石可又是哪个部位呢 宇友正纳闷 化石竟然伸出胳膊拔地而起 原来刚才挖到的是巨型怪物的爪子 像这样的爪子它有四副 一副对一个人正好把在场私人杀光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的布马 今天齐为大家介绍热乎的新战衍生剧 波巴菲特之书 塔图因是银河系最古老的星球之一 这里气候恶劣犯罪猖獗 汇聚着不同种族步伐之徒 波巴曾是银河系最著名的赏金猎人 前不久他刚祭拜这里的帮派头目 自己当上老大 这一集就是讲他上任之后收保护费的故事 波巴已经不再年轻 当老大之后更注重阳生 他刚从医疗舱出来 在机器人的辅助下 皮挂起正 唯一的手下分内科提醒他 臣服者们来叫贡品了 波巴高座在宫殿王座上来者逼宫逼近 说 两人频频点头 其实一个字都没听懂 不过呢 对方肯定是来服软的 收下贡品就是 下一位是个小帮派领袖 早年波巴给他打过攻 现在地位反转 两人都有点尴尬 只能假装没那回事 第三位呢 很重要是当地市长的管家 按江湖规矩 市长本该亲自来进贡 但波巴没追究细节 让管家放下贡品就好 可 管家说他误会了 自己没带贡品 市长只让自己烧一句 恭喜上位 这个管家要是敢对前任老大也这么无礼 可是会卑微怪兽的 但波巴暂时还不想杀 只让他快走 没想到他非但不走 反而要起了贡品 不是市长要给波巴进贡 而是波巴要给市长进贡 这简直是造反了 但波巴跟芬蒂克商量一下 还是先不开战 放走了管家 管家冷冷一笑 声称市长一定会拍 其他使者会放的 听着呢 有点想威胁 接着押送上来的是两个竹竹人报标 他们效忠于前两人老大 哪怕主人被杀 仍然没有投降 被俘虏在这儿 由于波巴是干掉前任老大上位的 所以他们之间是敌人 按照前几任老大的传统呢 波巴该折磨他们 用他们的惨叫 震慑一心之人 但主主人对前任主人 忠心耿耿 其之可嘉 波巴赦免他们 并将他们收为自己的保镖 这究竟是不是明知之举 只能用时间鉴定 朝贡环节结束 下一环节是视察领地 芬内克提醒 按照当地传统 贵族得让人抬轿子 招摇过势 那是权力象征 但波巴更喜欢自己走 迎来一片异样眼光 两人的目的地是一家酒吧 老板娘派手下 接走他们的头盔 进行擦拭 他大体上对波巴是臣服的 但是也名夸暗讽 说波巴千里迢迢 徒步过来 确实很有诚意 谈话间手下已经擦拭完头盔 并偷偷在里面装满了铅笔 这家保护费算是收完了 芬内克提醒波巴 他表现得不够霸道 当今时代威慑才是正道 波巴也明白 但他决定用尊重统治领地 谈话间屋顶闪过黑影 是六个有备而来的刺客 两人吃了一斤 头盔都掉到地上 被过爱识荒的甲板人捡了便宜 他们仓冲应战 可出门时没带武器 对方却攻防一体 尽能展开电机 退能围成盾墙 两人渐渐被盾墙困住 进退两难 关键时刻 两声猪叫传来 猪猪人救驾 打破了盾墙 波巴两人趁机反攻 用刺客自己的武器 还以颜色 虽然他们整体上反败为胜 但波巴作为被围攻的重点 还是被点得很惨 多亏其他人帮助 才赶跑刺客 他用手炮杀死一位刺客 命令芬内克 一定抓个火口回来 逃跑的刺客共有两个 他们专精飞烟走壁 但芬内克作为刺客大师 伸手还在他脸之上 经过一场流畅跑步之后 他把一个刺客踢下楼 成功获捉另一个 这一集没有揭开 刺客是受谁指使 我猜市长的可能性很大 他的管家走前 曾一言怪气 说会派其他使者来 可能就是指刺客 波巴那边因为受伤严重 让猪猪人把自己 抬回忆疗仓 两张猪脸渐渐模糊 波巴眼前闪过白光 现了回忆 至此呢 当代的故事先结束 接下来的回忆 全是早年间的时间线哦 考虑到很多网友 可能忘了波巴的背景 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波巴一度是 银河系中最卓越的 上线猎人 但在一场倒霉的战斗中呢 他因为飞行背包被击中 意外被一头 沙虫吃掉 被公认为死定了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 他不知怎么逃出虫渡 又重新活跃在江湖 并且当上了帮派老大 接下来的这一段回忆 就是交代他逃出虫渡的故事 根据资料记载 沙虫体型巨大 时到直径3到6米 时到全长50到90米 他吞下利物之后 不会立即消化 而是将其保存很长时间 波巴被吞下肚时 如同做了一个噩梦 然而他醒来时发现 噩梦是真的 自己就在沙虫肚里 周围空间狭窄 遍布酸液 氧气稀缺 他打开头灯 看见一具帝国士兵的尸体 对方死了很久 但盔甲的供养管仍在工作 他拔下来给自己用 终于恢复呼吸 他因长时间的折磨 已经意识模糊 但求生欲望深刻在脑海中 他用手臂喷火装置 烧出一条血路 最终钻出沙虫体内 冲回地表 疲惫 炎热和伤痛一并袭来 他紧绷的神经一松懈 就昏死了过去 入夜时分 一辆石黄车驶过 跳下很多吵闹的小人 他们是甲瓦人 对捡垃圾有种狂热的喜好 今晚也偷光波巴的盔甲 叽叽喳喳扬扬成而去 第二天风沙扬起时 又一伙怪人发现了波巴 他们是沙民 类似沙漠游民族 时常劲略他人 他们见波巴还有口气 就给他一口吃的 当俘虏抓回了林地 深夜 沙民大多已经入睡 让一头狗狗盯着波巴 这个狗狗呢 是我的叫法 它实际上是种外星野兽 对敌人凶猛 被驯化之后 又对主人忠诚 就和狗狗一样 波巴趁着夜深人静 试图逃走 狗狗警觉起立 它还握心握素 狗狗就猛扑过来 波巴早有准备 它就算双手捆绑 让人急晕狗狗 用它的尖牙刺开了声索 不过吧 跟波巴一起被抓的 还有另一个种族的俘虏 波巴打着手势 示意要救它 但可能是语言不通 对方反而很害怕 喊来了沙民 波巴自顾自的狂奔 狗狗醒来追上 沙民紧随其后 其中有一人是首领 他示意狗狗退下 派一名手下决斗 波巴旧伤未遇 交手几个回合就被打败 又被俘虏了回去 在沙民的文化里 俘虏呢就等于牛马 是一种生产工具 次日早晨 一个沙民孩子 牵起波巴和他的狱友 又带上狗狗 渗入沙漠干活 大约走了半个上午 小沙民终于停下 对波巴几里呱啦说 沙民语 这是什么意思呢 波巴看他 比划着想挖东西 又拿出个东西 做出喝的动作 其实那叫黑瓜 里面有水可喝 波巴明白了 就跟狱友一起挖起来 挖出黑瓜 得先给小沙民和狗狗 他们喝饱之后 晒着太阳 波巴去海底继续干活 他渐渐有了脾气 指责御友是猪队友 要不是你昨天乱叫 我们现在早就逃走了 对方几里咕噜还嘴 却又不说话了 因为他挖到一个奇怪的宝贝 黑硬黑硬的 像是飞船零件 又像生物奇观 他正纳闷 地下生起一只大爪子 接下来又是更多只 一个高大身影拔地而起 这竟是一头四臂举手 狱友被当场爆锤 狗子想要营救 却被打飞 巨兽又朝狱友 重重一圈 锤进地下 这下他可死透了 波巴被铁链拴着 也被抓住 命远一线 万幸小沙民 大端巨兽 吸引了他的注意 波巴趁虚爬到怪物背后 用铁链勒住他的脖颈 怪兽虽大 身体构造 却有个致命漏洞 他的身子太长 胳膊又够不到背后 就这样被活活累死 波巴在巨兽背上 傲然站起 扔下手中锁链 这一刻 他也不再是俘虏 而是英雄 大战获胜后 小沙民 波巴和狗子 重回营地 小沙民捧着巨兽脑袋 吹嘘自己 如何杀了他 其他沙民都不太聪明 居然真信了 波巴也不想戳穿他的谎言 反而替他高兴 首领是 唯一看穿了真相的人 他傲娇着 递给波巴一份黑瓜 相当于感谢他 救了小沙民 波巴一眼而近 这份承载着认渴的水 喝起来居然比酒更过瘾 波巴费特之书 在12月29日刚上映 一共有7集 第一集主要是交代背景 铺垫氛围 所以故事也就是这些了 我相信 星战的粉丝们 一定对波巴的回归非常满意 毕竟 波巴鼎鼎有名 值得拥有一个 跟名声匹配的结局 像星战6那样 稀里糊涂飞到沙虫堆里死了 未免太憋屈 再跟看过前几作的网友们 介绍几个细节 前作中呢 主角曼叔初次见到波巴时 波巴的服装武器 都是沙民的 当时呢 是没有交代原委 我们结合这一集的回忆看 波巴击杀巨兽之后 应该会继续在沙民部落 待一阵子 可能赢取了沙民的尊重什么的 才从他们手里得到服装武器 然后才穿他们 找到了前作主角 说到尊重 片中波巴当老大时 曾说过要用尊重统治领地 这一点非常奇怪 因为以前他都是以残酷文明的 这里性格180度大转弯 很突然 暗里该用很多剧情来做过渡 我预测他可能就是在 沙民部落的时候 跟沙民们结下友谊 喜得了尊重 而这呢 也可能是接下来几节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 ��幽默 ** 中文字幕——YK